2009年C第四條 這條其實跟2005年第四條 這個就是上集 這個就是下集 因為其實你對比之下 其實這一句就直接 跟上面一句是極之 是差不多一樣 好話一模一樣 那所以呢 根據2005年 說這是一個kilogram 它就說 有一個力給它 這個就是5N 那這個acceleration呢 就是兩個MS-2 那 我們就 可以知道 其實這個fixion 就是個 F 就是5 減回Fixion Nefos 而Nefos 就等於MA 那這邊呢 就會是一個kilogram 乘2等於5-F 所以呢 這個fixion 就會是 3N 好了 那如果這個fixion 是3N 那就到下集了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後衛相當force 只有2N 後衛相當force 只有2N 而且呢 盒子呢 就是ad rest 那如果那個盒子 是ad rest的話 根據Fixion的特性 如果是ad rest的話 那個Fixion呢 就會等於你那個 appied force 直至到 到maximum friction為止 到2N 那你的maximum friction呢 其實是3N 那你的fixion呢 就 你的2N 過不了3N 的話 你的fixion呢 就會去2N 令你呢 就不動了 那所以這個result force 就會是0